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武统的老贺 瓦马哈善 他刚刚公开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是说 在下一届大选 可能是今年可能是明年的全国大选 他为柔佛国阵设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在柔佛26个国会议席里面 国阵要拿下20个 OK 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个柔佛的国阵 为什么这么客气这么谦虚 26个国会议席 你们只放目标20个罢了 为什么这样看小自己 你们在柔佛周全不是升到完的吗 为什么现在26个你们只设目标20个罢了 你们应该拿完的嘛 26个嘛 如果你们真是认为自己这么天下无敌的话 你们应该把这个目标射到26个100%的嘛 为什么这样客气 啊 只20个罢了 啊 你要知道嘞 所以在2008年以前的所有大选 连续好几届 柔佛的国阵 都是拿完100%国会议席的 它的突破口是在308海啸的时候 200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有一个突破口 在这之前啊 啊 柔佛国阵呢 是拿完100%国会议席全部拿到完了 啊 啊 讲为什么现在是什么情况之下 啊 我们的柔佛国阵呢 他突然间这么谦虚这么客气 他们 设下目标最多只可以赢20个 啊 为什么 OK 其实有个答案你就知道为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509大选的时候 哦 在26个国会议席里面 你知道国阵只拿下多少个吗 只拿下8个吧 啊 8个啊 不是18个啊 8个啊 啊 当时的西连拿下18个 啊 一颗想而止 一个曾经 国阵无检不吹的堡垒 啊 到最后509的时候呢 竟然可以死生8个 啊 所以 上一届的成绩是如此的话 啊 国阵呢 他的设下的目标呢 也不敢去到太远 啊 所以只去到20个 没有去到26个 其实以现在国阵实力 他要喊26个 也是合情合理的 哈哈 OK 可是因为上一届呢 509输到太惨了 输到只剩8个 好 OK 我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呢 你们都知道了 在2004年 大选 跟更早之前的大选 就是2008年以前啊 楼佛国阵呢 是拿完100% 赢到完的那种 啊 所以他那时候呢 他可以很大声的说 楼佛国阵 那个议席我要完 啊 我一个我都不留 我全部我要完 啊 但是现在 即使刚刚经历了楼佛周旋 这个国阵大获全胜 啊 但是他们在于这个国会议席的目标方面 他们也不敢去到26个 他们只敢很谦虚很客气的说我们20个就好 当然 这个目标呢 一定是提高的了啊 实际上可以达到的一定是少过这个目标 这只是他们的目标 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呢 为什么这个楼佛国阵会突然间变到这么客气这么谦虚呢 啊 我刚才已经给了一个原因就是呢 他上一届只赢8个罢了啊 26个他只赢8个啊 他这一届他口气可以去到大到哪里 啊 OK 这个是上一届大选的原因啊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原因 啊 我要给大家知道的一个讯息就是呢 现在是2022年 啊 我刚才说的 国阵 在楼佛啊 少到晚的年代 最后一次是在2004年 那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了 OK 18年前的国阵 跟18年后的国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的国阵可以说他少到晚 现在他还能说过少到晚吗 到底什么东西起了变化 我跟你们一样样来讲 OK 第一个起变化呢 就是华人选民 啊 在2004年的时候啊 绝大多数华人啊 是支持国阵的啊 你听好哦 啊 是一直到了2008年308海啸的时候 华人才开始导向反对党 然后到了509的时候 是全所未有的 最高数字就是95% OK 即使 到了今天 也许 反对党的华人支持票可能流失了一些 但是 啊 这些流失的票呢 顶多也是不投票 你要他回流马华 不可能 OK 啊 所以反对党的华人票 可能会跌一点 但是他也不会流去马华 啊 你给我一个华人要投马华的理由 我问你 你想得到吗 我想不到我告诉你 啊 OK 好 然后呢 所以现在华人呢 基本上呢 他最大的变化就是呢 华人已经不再怕513了 你现在跟华人讲513 他给你一根手指 哪一根手指 你们知道了 OK 啊 513 513 现在纯粹是来骗小孩子的东西吧 没有人会相信啊 啊 OK 所以呢 现在华人已经完全不相信会发生513 你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恐吓华人了 所以华人要反就反 已经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了 啊 OK 所以接下来呢 华人绝大多数 依然会导向反对党 然后呢 依然是反抗热国阵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工人的事实了 OK 这个趋势也是跑不去了 OK 所以 18年前的国阵跟18年后的国阵相比呢 在这一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了 啊 华人呢 是打死都很难回去国阵了 OK 这是第一个分别 第二个分别 我们分析一下马来人 啊 马来人方面呢 我告诉你 其实变化也很大 啊 虽然他的变化没有华人这么大 但是 马来人的变化其实也是很大 啊 怎样大呢 我告诉你 马来人的变化我告诉你啦 就是 一个方向 啊 然后这个方向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 交易程度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城市化 啊 当现在年轻的马来人啊 越来越接受高深交易 越来越 接受这个城市化的时候啊 只要往这两个方向去啊 他们多数都是反国阵的 因为他们知道国阵是什么 国阵不值得他们支持 他们要支持 廉政的那一边 所以绝对国阵不可能是他们的选择 啊 所以你会看到 城市的年轻人 读过书的年轻人 不回头国阵 啊 我说的是马来人啊 不是华人啊 OK 所以 在这一部分 就是受过交易的人 还有住在城市的马来人啊 这一部分呢 国阵就失去了 所以18年前的国阵 跟18年后的国阵相比 他们失去了 受过高深交易的马来人 受过啊 城市化的马来人 他们就失去了这一部分 OK OK 再接下来 马来人的方面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呢 马来人已经分裂了 以前呢 马来人好像没有选择 只有巫统一个选择 但是现在马来人很多选择了 马来人呢 还有一个选择呢 叫做国盟 啊就是土团加回教党 啊 那些 以前呢 只能支持巫统了 现在他们多一个选择了 可以选择支持这个土团跟回教党 啊 可能西连他们投不下了 但是他们可以把票投去 土团跟回教党吗 为什么不能? 啊所以呢 他们的票员呢 已经被分散掉了 啊 OK 因为多一个香炉多一只鬼嘛 啊 所以现在这么多香炉了 当然你的那些香啊 要分散点了哈 OK 这是第 这是第二 第三点 第二点 然后我现在找到一个 第三点就是呢 其实 18年前跟18年后相比呢 有一个问题呢 已经啊 不一样了 有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就是呢 18年前的马来人呢 可能啊 啊 柴米油盐 啊 过得很穷 啊 然后呢 依然是非常的 啊 啊 非常的乐观啊 就觉得 哎呀 日子过得苦一点 不要紧啦 啊 就这样盖着眼睛过就算了啦 啊 也不懂得去埋怨政府 啊 也不懂得去 去思考一下这个政府到底哪里做错了 啊 18年前的马来人或许是这样啦 啊 但是18年后的马来人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啊 18年后的马来人呢 啊 他们知道 啊 政府怎样让这个物价上升 他们知道这个政府的倒心逆施 怎样弄到人民水深火了 他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了啊 啊 就像上一届大选509的时候呢 啊 很多马来同胞都已经很理解了 我们呢 南籍政府到底 对这个经济做了什么倒心逆施 然后弄到他们水深火了 啊 所以现在马来人跟18年前相比呢 他们知道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水深火了 啊 ok 所以呢 你想一下 现在的国阵还有办法 啊 把现在的马来人跟18年前的马来人相比吗 没有办法相比啦 啊 所以 这种种的因素加完起来呢 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呢 现在的楼佛国阵 还能把自己的胃口放在18年前吗 已经没有办法了 啊 他18年前 他回不去那个时候了 啊 我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总结一句就是呢 千万不要以为国阵是天下无敌 啊 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国阵呢 是千秋万事永远不会倒 他倒过 509倒过一次了 啊 而且我刚才跟你们分析的这些因素呢 你们自己思考 好一下 啊 这些因素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他其实呢 会倾向反对党哪一边 啊 只要马来人呢 越来越多受到高层交易 越来越多 城市化 啊 然后马来人呢 越来越可以认识到这个政府的贪污腐败 啊 对这个联征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 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啊 啊 希望在明天 啊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呢 当今楼佛国阵的胃口 已经没有办法开到像18年前这么大了 所以他可以很客气的很谦虚的告诉你 我们只M20个 啊 我是认为他太客气太神奇了啦 应该M26个才对的啊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